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防疫三级警戒 桃园捷运公司从即日起到6月14号 停开离风时段的直达车 但普通车照常行驶保障民众的通勤需求 也就是在平常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 还有下午7点到晚上10点 还有包含假日整天 这段时间内维持普通车的正常班距 直达车是不运行的 这段期间通勤旅客的需求 本公司也都完全考量 所以在尖峰时间仍然维持直达车跟普通车 都是15分钟的班距 桃园公司表示受到疫情声温影响 导致积节运量大幅下滑 5月份相比1到4月的平均质运量下降的约68% 综合考量下决定调整直达车班次 还请旅客多多减量 另外提醒旅客 在进入机场捷运的期间 要全程将口罩佩戴好 也不要轻忽把口罩脱下 如果在捷运系统内 有发现旅客 没有完整佩戴口罩的情况 也请热心的旅客 先上前规劝 或者是按下车厢内的紧急通话按钮 通知我们系统的服务人员 桃园捷运公司也呼吁民众搭车时 务必戴好口罩 切勿中途拿下口罩 如果有发现 请帮忙劝导或请战务人员协助 一起落实防疫防堵疫情破口 记者来为一桃园报道